而为了培养学童有正确的防疫观念 市长魏嘉贤4月1号开始 在花莲市内的国小及幼儿园 发送总共有12000份的防疫电板 除了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学习 也要传递正确的防疫观念 4月1号一大早 市长魏嘉贤来到了东华副小 自证防疫电板给在校的小朋友 由校长包明君带领的 自治室各部门的首长7人 主一从市长手中接过电板 那今天我们到了东华副小这里 那也制证我们做的一个防疫电板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小朋友都能够记住洗手的步骤 洗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跟老师 孩子们自己要注意到 自己的一个卫生习惯 那我们这次也在花莲市的部分 也提供给我们所有花莲市境内的 所有国小还有幼儿园 那公私利的都有提供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习到良好的一个习惯 那也能够自我防护自我防疫 那避免疾病早上升 那我们也衷心祝福在儿童节前夕 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幸福快乐 那么过去我们在宣导孩子的洗手方面 我们要求是湿搓冲碰擦 但是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有一个七字诀叫做内外加工大力弯 这是要求孩子在洗手的上面 的工作上面能够彻底做到清洁工作 因为孩子很难避免他的手指头 在碰触到一些污染源的时候 去揉眼睛挖鼻孔放在嘴巴里面 所以清洗手这是我们一个绝对彻底要求的部分 那么市长这次送的这一个电板 我们觉得可以让老师们很轻松的 随时在上课的时候提醒孩子 我们就是要清洗手 而且做好这七个步骤 另外资源回收的图案也有了 让孩子们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 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志 除了学校平时的防疫工作 对学生培养正确的防疫观念更是重要 施工所印制的防疫电板设计 正反两面都很实用 一面是绘制Q版市长人偶来传递 请洗手的观念 下方还有资源回收分类的方式 另一面则是有99层发表 注音符号及26个英文字母 这次印制的12000份防疫电板 将会陆续送给花莲市49所小学籍公司的幼儿园 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学习 也传递正确的防疫观念 谢谢学弟勤 花莲市报道